這邊這是歪軸的 所以一樣 這是影片片段對不對 所以我們點到他到這邊 加上 onclip event 好 那什麼事件呢 就是enter for n 如果你要他一直做的話就是enter for n 那load是什麼 進來做一次 就要載入的時候做 所以如果已經載入完了 就不做了 反正就做一次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用load就只有一次而已 你看他也有mouse down mouse move有沒有 mouse down是不是就是我們按鈕的on press on release 按下放開 所以只是他的世界名稱會跟那邊有所區隔 這樣子 好有所區隔 那 其實以後我們所有的這些程式 就是實際上是不需要點到按鈕再來寫 點到影片片段再來寫 以後所有的程式都會寫在影格上 這也是他建議你以後要做的 因為我們這樣子在做的時候 你有發現 如果東西比較多 我怎麼知道這個影片片片要寫什麼 那個按鈕寫什麼 是不是一個人慢慢找 會相對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用的方式就比較傳統的方式 反正 是誰我就點到誰來做 以後的話就通通 不管是按鈕的 還是影片片段還是影格 通通都在這裡 會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給你先參考一下 所以我點到他 你用傳統方式就是一定要注意這個 到底用在哪裡 對象是誰 你對牛彈琴不好 了解 底線Y 你這個你可以試看看用這個 用這種方式 加等於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說這樣等於什麼 這裡要用減等於 因為它是減掉 減掉10 這樣就等於 這樣就等於什麼 按鈕 等於 這個 減10 因為我是會往上 往上是負的有沒有 往上是負的 往下是正的 好 這個坐標的方向 你就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它是往右正往下正 嘿 所以這樣子它就等於把這個減號 是不是拿到前面來 對不對 拿到前面來 然後後面就直接加上 這個就好了 數值 所以你如果是正的 加的 前面這邊就是變成加 這樣子 你了解了 齁 嘿 那這樣子你還是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錯 沒有錯 用漂亮一點點 好的 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因為它是 所以進來就做 進來就做 有沒有 這樣就慢慢上去了 好 好 那如果 說 台語